7杀130万兄弟们 你起装我来打 我的名字叫小马 不是马枪的马 这局看一下咱们粉丝给他们起的装备 这把 放枪了 没空了 OK这粉丝看出来很穷 给他们起的装备很一般 6头6甲 加满改的没空 还有一个机器人像 打的是球一弹 然后咱们直接冲发 这把装备起的起 开局咱们也刷在了谷物这边 位置不是很好 应该是有玩家过去了 我准备先清绿化带这边 正好发现绿化带有一个玩家没打掉 咱们直接拉近点给雷 不知道有没有炸斗 咱们直接拉近点 这小子果然在这边趴着呢 两枪直接点掉 这时候发现前边棉堡位置好像是有玩家 咱们先整理一下自己的状态 司机而动 旅馆里边的保险估计都被摸完了 我准备先清马厩这边 这边的位置很重要 这时候听到里边有声闻 确定有玩家了 直接动手 但是被偷了 有逼 里边还有一个 到好状态之后 我也是赶紧过来排点 发现这边有一个盒子 应该是被咱们的队友给炸死了 刚才 然后这边也是没玩家了 一把SG6 里边是G 可以拿一下 然后给他们拿 咱们直接去排其他的人 发现前边打得很激烈 后来之后 发现北麦里边是有玩家的 然后咱们直接拉过来 那边枪声很多 看到少塔有一个白点 然后禁点还有个白点 封烟了 直接拉过来 少塔直接打掉一个 咱们直接贴近点 这小的应该是有队友的 果然前边都生闻了 封烟 但是没争想我是T7 直接给他秒掉 检查一下 还没有敌人 这时候发现附近的鸡哥 都围过来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应该是没玩家了附近 检查一下盒子 玩家 确定是玩家 然后楼上边那个也是玩家 不也是玩家 他们在瞄什么 这边应该是没得搞了 直接来断桥 架这边 这边也是一堆鸡哥 就在这叔叔被打了 不知道哪打的 最近这个游戏的鸡哥是真的强 一打一个小窗口 四面八方打我 给我打懵了 做手术 这真人打的吗 在这时候刚要做手术 手雷过来了 直接塞 我操了 这么刺激的吗 这时候我也不知道是玩家 还是鸡哥 他玩的是西瓜手雷 瞬间五黑了 这局最少得打十四手术 打下状态 附近来鸡哥了 赶紧清一清 有没有手术 有没有手术过来送点手术来 要杆了 要死人了 要死人了 这时候队友的作用用上了 没手术了 旅馆里边是一把没空 在那边也是赶紧打状态 然后给大家直接跳过 打好状态之后 我也是原路返回 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来 直接准备冲楼 楼里边生活很多 两个 丢雷排成功一点位 直接进 目前是听到两个声音 脑顶有一个 正前方一个 直接秒掉 但是两黑胸腔红了 楼梯有想法 支架 他不敢漏 直接拉回去了 捏个雷 就在我脑袋顶上面 还有两个 这个雷应该是吃到了 有个摔炮 拍点 直接进 上面听到有人在喘 在我的左手边 我不太敢直接上 乖小猪也有一个 过来勾引一波 有个摔炮 满摔 但是我五黑 赶紧叫队友支援 他急差 冲他 他吃我满摔 冲他直接冲 直接冲他们吃我满摔 这是不是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好好好 就信你 上北去了 直接献祭灵 然后楼里边那人没动静了 那个人刚才排了一圈 好像是个鸡鸽 咱们也是赶紧整理一下状态 剩下的就是非非填包环节了 然后三个队友全嘎了 咱们怎么嘎了 有点不理解 哎呦这么肥 哎呦我操这么肥啊 这小子 你最想这么肥 满改一直是满改的没控 而且还是热成像 我看热成像描具 哎呀 哎呀 大鹅你怎么走了 大鹅 哇操六二大都拿出来了 六一的 大鹅 我枪里的 别走 我枪里前面还是六一的 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吗 太恶心了 队友还在犹豫 他拿六一弹 然后打他 我还硬是没给他打死 而且打动了一枪头 我也是不太理解 然后咱们也是赶紧向下包 直接撤离了 然后这边第一个打死的也是六套的 然后飞鱼头 MDR 995子弹 剪的也是差不多了 然后咱们就准备直接撤了 这上面是我刚才给外边抽掉的这个盒子 也是个六套 很肥